我们再次把掌声给高嘉峰和他的鼓手 然后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大家说的吗 现在 我就真的很激动能够见到就是这五位安可团 尤其是迟子老师 迟子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你别这样 非常开心能见到你是真的 您的脱口秀对我就是意义非常大 受益匪浅是吧 对 甚至是就是别人的脱口秀是娱乐功能 您的脱口秀对我来说就是有功能性的 不只有娱乐性 我因为用这个变身器演出 然后最开始我自己都会逗笑我自己 然后我一直笑成怎么都改不过来 后来我也很恼火 然后经纪人也非常头痛 后来他想了一个招 他就给我看迟子老师的脱口秀视频 然后那一天我就再也没有笑过 因为太难笑了 不录了 不录了 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开玩笑 对 我因为我是真的非常欣赏迟子老师 所以想要就是吐槽一下 就是我很钦佩中国这一代脱口秀演员 因为他们把什么呢 他们把伤害变成了一门艺术 中国脱口秀艺人是最开得起玩笑的一拨人 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 谢谢 不然我没有这个资格代替吐槽演员 谢谢你 您看这从这里砍弹到这边四位 不敢惹你知道吗 所以池子老师站在这边 真的一个非常让人想骚扰的这种感觉 行 谢谢 谢谢你看得起我 谢谢